所以考虑到刚刚机构成本和基本面的交易量 Rufin它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水平左右的 所以现在Rufin给出总量6%的代币奖励 奖金池也很大,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TalkChannel的节目 我是CH,祝各位大年出一快乐 新的一年一定要事业顺遂,幸福美满 很久没有介绍交易挖矿的好去处了 如果你想要低成本拿到估值上亿美金的明星项目低价筹码 那么这期视频就会非常的适合你 和无限期埋伏空头不一样的是 今天介绍的这个交易挖矿 大概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算特别多 有至少200万美金的奖金还可以给我们来瓜分 如果你喜欢探索币圈最前沿的行业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你觉得大年出一还在上视频 值得鼓励 也欢迎点个赞,感谢各位 今天要介绍的是税公链当中的 合约交易所龙头老大 老观众应该知道我在之前就不断强调 明星公链大概率会开始搞事情 尤其是税 所以之前我也介绍过了税的生态 公链的代币也有很不错的涨幅 当时候视频结尾我就说 要去体验这个Boofin的平台 今天算是给各位教功课了 Boofin是税公链当中衍生品交易的绝对龙头老大 实际上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 他们诞生在Arbitrum 2023年10月份的时候上线税的公链 12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全面转向了税的生态 也重新撰写了代码 发布了V2的版本 总体来说是一个生根衍生品赛道挺久的团队 不仅如此 他们在21年的时候就拿到了巨额的融资 加起来有2900多万美金 投资机构也很豪华 有Polytrain Capital IOSG Windermill 和曾经被誉为明星机构的三件资本 假设这3000万美金的融资额 我们出售了总量代币的15% 那么就相当于当时候的融资估值高达2亿美金 如果出售的数量是20%的总量代币 那么这个项目的估值在当时候也有1.5亿美金 这个数值很重要 决定我们参与交易挖矿 能吃肉还是能喝汤 为了抢夺交易员 Brufin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交易挖矿的活动 为期10个月 换人言之 活动会持续到今年的3月末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参与 每个季元为期两周 所以我们还有4个季元的挖矿能够参与 每两周一个季元它会发出178万枚Bru的代币 还有12万枚左右的税代币 这个代币数量价值多少就取决于我们刚刚计算的估值 刚刚说了机构融资的估值应该是1.5亿美金到2亿美金之间 总量代币10亿美 相当于Bru的代币价格 每一美大概是0.15到0.2美金之间 如果我们保守一些以1.5亿美金来估算 Bru的代币价格是0.15优马 那么相当于每两周的交易挖矿奖金 就是178万乘以0.15 相当于是27万美金左右 再加上12万美金左右的税代币 现在税的价格大概是1.75左右 相当于税的奖金 也有接近20万 所以每两周呢 Bru的交易员就可以瓜分 总额超过47万美金的奖金 我们还有两个月 也就是4个纪元 我们27万乘以4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交易挖矿 还有188万美金的奖金 可以来给我们瓜分 虽然说现在是Bru的交易挖矿末期 但考虑到税代币最近涨是很猛 以及Bru本身的设计 就是在后期的时候 给多一些代币的奖励 前期的时候 瓜分的奖励没有这么多 所以后期的人数增加 但是奖励金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多了 应该还是有利可图的 具体的交易挖矿公式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一个 RI指的是某个交易员 能够拿到的奖金数额 等同于总奖金池乘以我们在这个平台支付的费用比例 如果你支付的交易费用占了这两周内的50% 那你就可以拿走总奖金的一半 简单理解就是交易的数量越多 获得的奖励也越大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Brufin本身的开仓费用比其他的竞争对手相对低了一些 低蛮多的啦 其实MAC的交易费用是0.01% 而DECK是0.045% 基本上跟中心化的交易所费率差不太多 在此基础上呢 因为有税代币的奖励 所以进一步的覆盖了交易费用的支出 所以这一次交易挖矿的成本实际上并不高 如果你们想要再降低成本 也欢迎使用TOKCHEN视频下方的邀请码 可以折扣10%的费用 以及再增加你们交易挖矿10%的奖励 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多的奖励金 使用我们链接的朋友们 我们会在后台随机发一些小红包 来到大家的地址 当作新年的祝福祝各位龙年新大运 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官方明确表示会严厉核查刷量交易的钱包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一个地址开多 另外一个地址开空来对冲 如果被他们发现到会取消交易挖矿的奖励 除非你有巧妙的方式可以避免 否则尽可能是真实用户会比较好 如果你恰好有交易的需求 那么可以尝试使用Brufin这个项目 因为它估值上亿美金 低价拿到筹码应该会非常的香 如果你有朋友还在用中心化的交易所 记得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他们 我知道大家在好奇些什么 Brufin上亿美金的估值会不会有点高 他们的基本面目前如何 现在来看呢 他们近24小时的交易量 有将近1亿美金这么多 大概和之前介绍过的Gans G-Track 是一个差不多的水平 我觉得这两个项目有一些共通点 可以粗略的横向对比 这个G-Track目前也是有交易挖矿的活动 分发千万美金的ALB代币做奖励 之前出过视频介绍 个人也是在上面有做交易 奖金算是很丰厚 所以这两个项目目前都有交易挖矿 相对都属于比较真实用户的交易挖矿 交易量差不太多 G-Track是1.2亿美金左右 两个平台的数据差不多20% 基本类似 Against的全流通市值 也是在1.8亿美金左右 所以考虑到刚刚机构成本 和基本面的交易量 Brufin它应该差不多 是这个水平左右的 所以现在Brufin给出 总量6%的代币奖励 奖金池也很大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聊了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看看具体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要交易挖矿 Brufin的产品在税供列 所以我们就不能使用Metamask这种EVM供列的钱包了 所以我们点击Connect Wallet的时候 它会让你下载水wallet 我们点击之后会来到这个界面 我们正常点击下载 然后安装 开设一个新的钱包就可以了 接下来大家在中心化交易所 无论是OKS Binance 还是其他的交易所都可以 你去购买税的代币 购买之后 提币来到自己的水wallet的钱包上面 紧接着来到SITUS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税供列当中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税代币换成USDC的代币 注意哈 税上面有很多USDC的代币 这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而Brufin支持的抵押品 是这个USDC from Ethereum这个代币 所以我们这里要把税代币换成这一款USDC 这里就换你想要兑换的数量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的资产是在以太坊之上 你也可以用Warmhole的Portum Bridge把以太坊上的USDC 换连来到税的公里 但如果你跨的是Arbitrum当中的USDC 那么你还需要额外来到刚刚提到的SITUS的平台 把Arbitrum的USDC换成这一款 From Ethereum的USDC 这是两个不同的代币 需要换成这一个 才可以在Brufin的平台当中使用 因为Warmhole实际上已经快造了前几天的时候 如果之前出税视频的时候 你们有用Portum Bridge这个跨链桥的话 记得之后关注Warmhole的空头信息 应该可以拿到一些空头 如果你现在才要埋伏Warmhole的空头 应该算比较迟了 所以个人觉得你可以直接用中心化交易所 提币税来到自己的钱包 紧接着在SITUS上面 兑换成USDC 这会比较方便 完成到这个步骤 就基本上打工告成了 我们拥有USDC之后 就可以点击Devilget 存入Brufin的平台 紧接着大家可以打开它OneCrate Trading的服务 开启之后基本上就跟你在中心化交易所的体验 没有太多的区别了 这也是Brufin团队强大的地方 他们对产品的打磨 个人觉得做得还挺不错的 在二三月份的时候 他们也会落实无钱包登录 我们可以直接用谷歌账号 就可以直接在Brufin上面交易了 之后也会研发个人比较喜欢的 全仓保证金的模式 体验会提高很多 他们的合约也经过了好几家相对靠谱的机构审核 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 另外有一个重点要和各位说 Brufin这家交易所 它的机制和我们熟悉的GMS HMS不太一样 它采用的不是GLP这种 持续对交易员的博弈模型 而是Audible 类似中心化交易所的订单部模式 随着供链的性能提高 订单部类型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多的流向市场 而要做一个比较好的订单部交易所 要解决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流动性 而这个平台Brufin有先天优势 他们和Windom没有合作 这是币圈很知名的做事商 很多中心化交易所的流动性也是他们家提供的 所以Brufin上面的流动性也因此有了很大的保障 不会出现那种冷门订单部项目的插针情况 从他们白皮书当中可以明确地看得出 他们想要做一款用户体验 不亚于中心化交易所的产品野心不小 也难怪可以拿到这么大笔的融资 好啦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进行交易挖矿 记得使用视频下方的邀请码 可以减少10%的成本 并且再提高10%的挖矿效率 拿到更多的代币空头 我们点击这个Account 我们在Track and Earn的这个界面 就可以看得到 自己拿到的Bru代币有多少 之后会1比1兑换为真实的平台币 因为有税代币的补贴 所以开仓费用减免了很多 主要的风险就是杠杆爆仓的风险 所以重点要强调 如果你不太会量化策略 或者你本身不是一个交易员 没有必要为了今天所提到的奖金 去开合约冒险 一定不能在牛市初期的时候 亏完本金 这期视频的目标授中 是本身有在做交易的朋友们 这个平台可以给你在做交易的时候 额外拿到税的奖励 以及Brufin这个 估值上亿美金的平台币奖励 希望这类型的内容 能够给各位提供些许的帮助 祝各位新年快乐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